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一個什麼話題呢 是一個網友的提問啦 那這網友他是說 有時候他不太會弄研磨度欸 然後不小心磨得太細的時候 是不是就完蛋了 我沖煮上面有沒有什麼可以調整的地方 或是亡羊捕撈一下 那我這次的咖啡也能夠還不錯喝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疫情呢 其實他也滿常發生的 譬如說以學長來說啦 因為我常常測各式各樣的器材嘛 那不同的磨豆機呢 在替換的時候呢 研磨度可能就會不一樣 那或者是各位在用同一台磨豆機 但是碰到不同的豆子 有些豆子他就是比較硬一點 他的吃水狀況可能會比較差 一樣的研磨度你感覺起來不太吃水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有辦法能夠 臨時的突然改變一下我們的沖煮策略 讓我們的這一杯咖啡也可以好喝呢 所以學長就特別設計了一個這樣的情境 所以待會呢 學長會先示範什麼樣的狀況呢 適用這個情境 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判斷說 他的研磨度實在是有點過細了 我必須要趕快調整我的沖法 第二部分呢就是 那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怎麼調整沖法會讓你也很好喝 而且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我們就分為這兩個部分來做討論 也希望各位能夠好好的愛護你的每一把咖啡豆 即使碰到一點狀況也不要放棄 你可以根據你的沖煮的一些經驗跟邏輯 臨時改變一下方案 說不定你這杯咖啡也可以很好喝喔 那我們先來示範一下粉過細的狀況 除了你又目測覺得粉很細之外呢 另外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可以藉由吃水的狀況來研判粉是不是過細的 換句話說呢 除了粉過細這種情境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 你可能粉跟平常磨的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這次的粉呢 它可能很硬 或者是因為你的細粉量過多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如果你細粉過多的話 有可能也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以上三種狀況呢 都有可能會適用我們今天所說的 這次的粉呢 其實不適合你用的狀況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粉狀 好 目測來看當然是略為細的 那第二個狀況就是說 那我們給水的時候 如果當下我們馬上就發現的話 還可以來得及救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那個狀況 好 假設這時候我要做門針 然後給水下去的瞬間 好 來看一下 給水下去的時候 發覺你的水往邊邊流 然後呢 你的粉感覺起來呢 不太會往下滲有沒有看到 浮在表層上面一層 然後呢 不太會滲到你的粉下面 然後呢 水流的很慢 甚至會有一些大泡泡 會不規則的湧出 然後水一直浮在你的粉上 粉跟水感覺起來是分層的 這種狀況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研判說 這次的粉一定是略細的 或是這次的咖啡豆呢 並不適合你正常的研磨度 你必須調整 那如果碰到這種狀況呢 你還是用原本的悶蒸的套路 用原本的沖法來做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預告 基本上呢 你的風味一定會往後走 甚至於會有很多的body 甚至於會有苦澀味 或是濃到你喝得很不習慣 那所以如果碰到這種狀況 你還不懂得去調整 直接還是用老套路一直沖的話呢 我可以宣告 這杯咖啡基本上是會不好喝的 OK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會來示範說 碰到這種狀況的情況之下 我如何利用別的手法 快速的取代悶蒸 做出新的手法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好 那假設各位 我們是用 跟各位站在同樣的立場 就是 現在我可能原本是要做悶蒸 所以給下去的瞬間 好 給下去的瞬間 發覺我的粉 不如怎麼吃水往外流 對不對 這時候如果我繼續做悶蒸的話呢 就會發覺說 我的粉呢 一定會發生不好的狀況 所以這時候呢 就在正中間 稍微有點力道的 在正中間給水就好了 給到大約120到150 好 130 然後最後的時候呢 再順順的往外繞圈 一點點就好 大部分的給水呢 請給它正中間 這樣子可以確保你的粉層呢 最大 極限的不會塞的太嚴重 然後第二段呢 水不要流完 剩一點點的時候呢 給第二段水 好 第二段水呢 水 稍微放大一點 剛開始也在正中間 然後給到多少呢 給到大約 200左右的時候 往外繞圈 然後這時候 讓我的粉均勻的吃到水 給到 260就好 好 這邊呢 學長做得很快 但是我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麼做 首先第一點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原本不是要悶蒸嗎 但是我們發覺我的粉 已經不吃水了 這個時候呢 我趕快把我的水量加高 就等於說呢 我就有一點點類似於 我不要做悶蒸的動作 我直接把第一段跟第二段的給水 結合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悶蒸其實是一種 會讓我的萃取率增加的一種手段 而且呢 它會讓你的細粉呢 很容易往下堆疊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粉已經很細了 粉很細 代表你的萃取率是偏高的 所以如果你還在做一個悶蒸的動作的話呢 會讓你後半段非常容易爆掉 喝起來容易苦澀啊 會造成這種不舒服的現象 所以呢 我們乾脆直接跳過悶蒸的步驟 直接把第一段悶蒸跟原本預設的第二段 就是脆前段的這一段呢 結合在一起 所以大約是給120到150之間 然後呢 外圍不要給太多水 因為粉塵大部分還在正中間 如果 這邊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太快的往外繞圈 那你很容易就會形成 水跟粉 大量嚴重分離的現象 就是水會在上層 粉會在下層 這種狀況呢 如果一剛開始就發生的話呢 你的風味一樣會不好的 所以特別注意的是 第一個我們把悶蒸 直接水量增加 增加到120到150 把悶蒸跟第一段結合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正中間給水給多一點 外圍只要最後一點點就好 甚至於100CC以後再往外邊繞 都是OK的 好 然後接下來介紹第二段 第二段大家可以回 如果沒有看清楚可以回放一下 第二段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發覺 學長平常一般都是水流完之後 我才給下一段水 但是因為你的粉太細了 所以我們不要給 不要等水流完 我們就直接給下一段水 而且這一次的水呢 記得要比第一次 第一段的給水呢 還要再大一點點 因為呢你還要足夠大的水呢 才可以讓我的細粉浮起來 不會塞死 不然的話呢V60呢 是很容易塞死的 所以用比較大的水喝 然後正中間給 給到大約200多 212 200多就可以了 再往外面繞圈 最後這個繞圈動作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 讓我的整個粉塵呢 都有吃到水 浸泡在我的濾杯裡面 可以達到比較好萃去 但是中間有一個 特殊點 學長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平常學長的粉水比是1比15 換句話說呢 我用20克的粉 我會沖到300CC 但是我剛才只沖到260CC 是為什麼呢 因為 當你的粉已經 過細的時候呢 其實你很不小心 或是很容易 就容易有過脆的現象 所以這個時候呢 亡羊補牢 就是我們為了 這杯咖啡更好喝 學長建議你 就不要再沖到300了 稍微縮減一點點 你的粉水比 所以像我剛才 縮減到1比13 到260 就好煞車了 後面40CC 我就不要再脆了 很容易出苦澀味 尤其是當你的磨豆機 細粉量比較高的時候 很容易出苦澀味 不如不要 但是 這個水分比 對你來說會不會太高 有可能 如果你待會試喝的時候 覺得 1比13 你還是喝不習慣 覺得太濃了 可以補一點點熱水 就是 後面40CC 直接加熱水 可以減少你後半段苦澀的機會 所以重傷所述 我們採取了幾個措施 第一個 把悶蒸跟第一段結合 第二個 就是在正中間多給水 第三個就是 不要等水流完 我就給下一段水 第四個是 第二段的水 也是放大 然後第五個方案 就是 粉水比降低 然後利用 擺PASS的部分 去補一下水 這幾個方法 都可以有效的 讓你的粉過細的現象 然後得到一個 不會過脆的結果 那至少你喝起來會比較好喝 而且我們也有做適度的層次 OK 那我們來試喝看看 好 這個是1比13的 粉磨到非常非常的細 那我今天用的磨豆機呢 是 Minos的手牙磨豆機 我平常是磨1 也有四分之三 那我剛剛是磨1 一圈 所以明顯是細很多 為了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我有 讓那個跡象變得更明顯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不要忘記 也可以靈機應變 來調整你的沖煮手法 可以變得很好喝的 可以變得很好喝的 整體喝起來呢 絕對會比1比14分之三濃郁很多 但是呢 整體沒有什麼過脆的感覺 像對我來說 我確實覺得1比13 是稍微濃了一點點 所以這時候呢 我還可以適度的 補一點點的水 把風味拉到你平常喜歡的水分比 稍微拉開一點點 喝起來就跟平常的水分比差不多 所以利用這些方法去做小調整 做一下亡羊不牢 其實即使你不小心碰到一個 你不懂的魔鬥機 稍微太細的魔鬥機 你還是可以做出很好喝的咖啡喔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充足工業 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任何問題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